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念那個聲音的時候 我們說 進入那個聲音的 情緒那個感情 這樣的話 更有意義 每一次我們自己念 聖經的時候 好像 沒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沒有 我們沒有進入那個感情 天主給我們感情 是好的 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到 先知能 耶穌基督跟其他的人 先那個天主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可以感覺到 這樣的話 如果有感覺有心動 所以 前一天我講道理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一直放行 放行 放行 放行但是有沒有感覺 都是一次這邊 所以這邊 沒有什麼 所以在今天的讀經一 所以在今天的讀經一 其實這幾天 我們一直念那個 就是那個 耶路撒冷被破壞的故事 為什麼 今天呢 我們已經看到了 就是非常難過的反應 就是非常非常難過 他們說 誰可以安慰我們呢 誰可以治好我們 誰可以抑制我們的痛苦 沒有了 為什麼呢 平安沒有了 很豐富很幸福 美滿的事 完全沒有了 所以難過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罪了天主 也是我們的罪 我們不能怪天主 我們不能怪自己 所以在今天的讀經一 有這樣的 主題就是 耶路撒冷被破壞了以後 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包括那個 撒羅門王 建立了很漂亮的 耶路撒冷的身邊 跟裡面的東西都被破壞 被破壞 被偷走了 都是弄壞了 所以沒有了 所以非常難過 所以希望呢 我們看這種 這樣的聖經的內容 就是有一點感覺 對我的生活 有什麼關係呢 可能我的生活 也有很多地方被破壞了 因為 我不能怪天主 是我做的 同樣呢 在今天的福音呢 耶穌基督 讓我們知道 他的愛 是為了 天主的愛 是為了 所有的人 所以 在今天 我們聽到的 這個故事 就是那個 一個 羅馬的 百父長 就是一個 軍人 雖然 他是外教人 不是猶太人 就是 他求耶穌幫他的 仆人 因為他的仆人 生病 醫治他的病 然後呢 耶穌說 哎 你 你 你希望的東西我會做 所以這個有信 的 因為他看到了那個 人 非常 對耶穌基督 非常有信心 有信 這個事 也是 讓我們 反省 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讓我們 剛才我講的 讓我們 看得很清楚 天主的愛 為了 所有的人 但是呢 如果我們 回到 路經理呢 也 警告我們 我們 算的 跟天主比較近的人 沒有信德 有太人 以色列人 已經是 他們知道 我們是 特選的 民族 這是 以色列人 沒感覺 沒感覺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這個人 也說 這個 有那麼大的信心 有信德 他說 在以色列 在以色列 我沒有看到 這樣的人 這個是 外教人 不是 猶太人 外教人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可能在我們的 教會 也是這樣 所以呢 我 我在這樣 從 以色列的 先知們的 時代 他們 一直 講道理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 概念 我們 我們蓋了 耶路撒冷的 聖殿 給你們 非常 漂亮的 朝外 天主的 地方 但是你們的 信德 根本 沒有進步 我們 以為 天主 讓你們 在這個 耶路撒冷的 聖殿 你們跟天主 開始有 比較接近的 關係 因為你們 有比較接近的 關係 你們 變成更有 愛心的人 但是 其實 沒有變 就是 在耶路撒冷 上面 朝拜的 的 事 根本 沒有 讓他們的 信德 更活力 更深 一樣 所以呢 才聽見了 福音 耶穌說 這個 這個外交人 有信德 為什麼 在以色列 很多猶太人 我沒有看到這樣的 沒有信德 所以這個是 有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這是 磁蠻的 磁蠻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complacency 很磁蠻 就是 我是教友啊 我常常來教堂啊 我常常彌撒 我跟身體啊 等等 但是到底 真的有沒有信德 到底 跟天主 有沒有 沒有密切的關係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 在今天的 兩篇 磁蠻 這個讓我們 反省 就是 天主 那麼愛我們 提供給我們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但是 我們 有什麼 反應 我們怎麼可以說 怎麼對待天主 所以 在讀經理就是 耶路撒冷被破壞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 可以說 難用 天主給他們的 很 很幸福美滿的生活 我什麼都給你們了 但是你們沒有 做好好的禮物 他也進別的 別的 別的偶像 就是從別的文化 別的國家 你們 開始拜偶像 然後你們 就是 過了一個 亂七八糟的生活 所以 這個是 就是讓我們 反省 在我們的 可能在我們的 母親的 世界的狀況 可能 也是這樣 就是 天主 非常愛我們 什麼都有 但是 希望 我們不要 浪費 這個天主 給我們的恩審